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各位朋友 你们好 年底会有很多不同的大节 圣诞节 圣诞节前 对于我们华人来说 我们有一个节兴 就是冬至 做冬 这个时势很多地方都关闭 或者有限聚 你都未必可以一家人 因为你说得一家人 起码有十个八个 都未必可以聚在一起 在外面餐厅吃 那我就想 不如我们自己在家 可不可以做一些 特别点的菜式和家人分享呢 我想想想想 我就想试试做 这个材料在这里 我想做的就是 我改了个名字 就叫做 面包荷叶富贵鸡 但其实它有很多个名字 例如就是 薄薄鸡 叫化鸡 黑衣鸡 看看你叫开什么名字 做法呢 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例如它的叶鸡的做法 或者是材料里面材料的配搭 那你也可以试试 你可以跟网上那些 最原始最传统的方法来做 或者 好像我这样 亂来的 就用自己家里面有的食材 然后去做 鸡呢 外面醃了之后 然后又有荷叶包着 然后就有些泥煮着去烤 但是 在我这里 很难说 买一些 合用的泥 来去 鸡 所以我就想 可不可以用面粉来做呢 来代替呢 在上网也有人试过 是用盐来做的 都可以做到的 那看看哪一种方便一点 那现在我们不如 说一下我这个 自己做法的材料 好了 那我这里就有两块 河叶干河叶 那现在就可以拿去浸水了 第二样处理呢 就是我这里有一只 大约一公斤重的黄油鸡 然后 我已经 拿去出来 拿去出来一会儿 然后呢 我就会 拿少少盐去散一下 洗干净它 散一下它 然后就浪干水 就可以下一个步骤了 然后呢 我里面的材料有些什么呢 那我就有 一些干饶柱 冬菇 这个呢 就是 云耳 那我刚刚最近 买了一些 基松熔菇 我想放一放下去 试试 行不行 另外呢 我就 有一些 栗子 这些就是冰的栗子 来的 我也是浸一下水 然后呢 我在冰箱里 看到有两块腐皮 没吃完呢 那我打算 放下去都应该 试一下味道 应该都挺好吃的 一会儿又切一点 下去吧 还有一条鸵鸵 让它更好吃 那你看看 你自己家里面 想放些什么 那有些人 可能会放腊肉 放 放 蒜芯 放 肉丝 看看你想放什么 这个就是我会放的东西 然后呢 就有些面粉 就是这么多材料 那现在呢 我就去处理了这只鸡舌 鸡丝和鸡 我们可以 就是用 浪干它 或者就是用 厨房纸 就是抹干它 那我们这个鸡 很多鸡油 这些呢 都不要拆 就是不要拆掉它 一会儿焗出来 这个是一个香味的来源 那里面呢 都要抹干净的 索干了它 我们就可以 索干了它 我们就可以 醃它 因为呢 要它干身 那它的味道才可以 进去的 好了 那我呢 就戴着手套 来醃它 因为我的手很多刀刺 如果就这样 涂手套 会死我自己 醃料很简单 我们就 下 生抽 老抽 和酒 每样少少 先下生抽 然后 老抽 你想它深色一点 你就多加一点 如果你说 不想它那么深色 你就多加一点 涂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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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少就可以了 因为这只鸡也不是很大 好 接着呢 我们这只鸡 可以拿去腌 了 脚趾也已经剪好了 那我们可以 把鸡蛋挖在里面 鸡蛋挖在里面 这个鸡蛋挖在里面 好 这个鸡蛋挖在里面 挖在里面 好 好 先均匀一点 这个样子 OK了 醃它 一会儿 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 做其他材料 让它可以醃着 先 这些荷叶呢 我们都可以 你可以选择 蒸了去 或者你也可以 用热水的水 出一出水 沙沙沙沙 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无求令它软一点 软一点 一会儿 出一点味 一会儿来包鸡蛋 盐 预备好了 我们就可以 开火 放了些油 但不是很多油 可以把鸡蛋挖在锅上 那种鹤和鸡肉 然后我们就可以下 薑和葱 然後就可以把湯匙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把這些 已經浪干水的 菇 還有 雲耳 雞蟲籠 全部放進去炒 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把栗子放進去 然後我們一起把 我這個 下了蠔油 豉油和糖 一個醬汁 放進去 它們全部都有味道 再加少許 剛才浸泡 通菇或者蟹蟲籠菇 水 滑一點點 放進去 然後把它煮一下 然後我可以放進去 褲皮 裡面的材料其實可以很因人而異 你可以用炒雞 雞絲 肉絲 或者可以放 鮑魚 什麼都可以 你自己看 喜歡放些什麼 放進去 當然 你會配一點 有些香味的 雞 有些吸味的 雞 有些 咬頭的 雞 自己配搭 裡面 吃出來的口感 就可以了 我這個這麼大 我也想想 我的雞 可不可以 塞得那麼多 我都好像 遇到多了 水一收乾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 放到 暖暖地 不用太熱 就不要放進雞 先放一放 然後 我們就可以 放進雞 在攪拌的同時 我就可以把麵粉做 現在我們開始做麵糰了 麵糰 我不是做那些 我會打爛它 我不會吃 所以我只用水 但是 如果有些人 好像說 我想外面也可以用來吃的話 我見過有人 做到一個麵包麵糰 會加入醬 Exped� 會加糖 會加鹽 我這個 就只是 我其實是最簡單 這個 我只是打算用來代替 所以 只要用水 都是很隨意 摟成麵糰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就把水倒入面粉 然后就拌它了 好 然后这里就是有一块面团 已经拌好了 拌好了 最好就是现在这样 软软软的 拌好了 现在我正在预热焗炉 在鸡的洞里 我们将炒好的馅料放进去 刚才我放了一些麻油 但是拍片没有拍到 我告诉你们 然后来问 明明你有原辈的 为什么好像里面没有的呢 其实我的原辈一早已经拿了出来 但是呢 我没有放在这里煮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粒粒 我想待会拿出来 它也是一粒粒 所以我就没有放在那里炒 但是呢 在这里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放下去 首先我先把馅料放下去 然后呢 拿回刚才那块鸡 鸡油出来 我不需要的了 然后呢 我们就把 刚才那些馅料 满满地放下去 所以 鸡油 用热水浸 它已经 很 很 很软的了 现在一放下去 它已经容易很散了 它会吸收到 内面 现在一会煮 这个的时候 所有的味道 都会吸收到 它的味道 那我们呢 就尽量 分开少少少 我先伸手 摸一下 对了 尽量在鸡 类里面 就尽量 将 我刚才炒的馅 就 塞了下去 我好疯狂 我马上到它 现在在这里 变成型 塞到它全爆了 如果你不想塞满了 你也可以尽量 减少少 那我就 不管 就这样塞下去 因为有只鸡脚在这里 顶着 因为它要弄回它的鸡型 所以 有只鸡脚 塞进去 顶着 它就会焗出来 仍然会有鸡的形状 然后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呢 就摊开一块河热 就包一只鸡 鸡 我用两块 因为这个挺好的 原来呢 我这里一包 韩业的三块 它有三块 不是 它有四块 那我用两块 这里有一个这样定的 你没理由这样 硬地 摊开它 因为要穿洞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可以这样 摺一摺 这样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位置 摺着 摺一摺 这样 然后呢 你就可以 包好 这个这么大 就应该够包 放了下去之后 我们呢 最好呢 就加少许油 在荷叶面 然后呢 我们就要想一下 这个鸡的 presentation 这个呢 就是鸡胸 来的 我稍后 要记得 鸡的位置 在哪里 鸡胸位 在哪里 因为应该吃的时候呢 就没理由是这样吃的嘛 是应该是这样的嘛 脱了些东西 对了 鸡胸呢 就是这里 向着这里 这样我就要认得 这个是鸡胸的位置 好 这样就可以包住它 炒了之后 我们可以 再用 石纸封住 再 即是如果你是用泥的话 你就用石纸封住再包 但是如果我们是用面 包的呢 即是用面 粉的呢 就不用了 因为用面粉也是 可以吃的嘛 不要骚髒的嘛 好 这块面团呢 拿出来 软的 不会弄得很实的 面团 接下来 银开 那边烤炉呢 420度呢 就已经 OK了 鸡胸在下面 鸡胸在面 因为这里包住 下面那边 就是向面的嘛 鸡胸在这里 就放向下 接着呢 我就拿这个面团 就包住它 水 然后呢 捏回所有东西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拿去烤的了 好 看回我的面 就是这样啦 那我就可以呢 放下来 少许油 虽然这个是烙子 下来少许油 然后就把鸡 放下来 就是这样 那边 需要少许油呢 我想也不用 都可以了 我只需要少许油 放在这里 就是这样啦 那你喜欢的话 可以做一些公仔 那些东西 那我就 不要了 试验玩 就这样就可以了 好 拿去烤 登登 好了 搞定 焗好了 这个富贵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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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搞定了 这套工具都已经 出来了 好 看看 三百六十度 转个圈 这样看 有少少柳汁 可能有些改良的空间 真的要 好 等吃晚餐 今天晚餐 就因为两个人 刚才浸冬菇 瑶柱 那些水 加个汤 然后 就用来烧了些 菜 然后蒸了 冰的鸡 鸡 是用陈皮蒸的 很简单的 蒸五分钟就可以了 不用拍片的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试试这个鸡鸡 鸡 好热 现在按下去 也是很热的 现在我们就 试试鸡鸡 可以去啦 哇 好热 好 我找老公帮忙 帮我打 好像面包 那边 我拿一点 嗯 很脆 好开心 好 多一点 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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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在... 哇... 剪開 這樣就可以攤開 打開應該 應該是 這個... 雞胸 嘩... 熟到爆 爆開 好 給大家看一下雞 肯定熟了 是不是 熟到爆開了 好了 現在我們就可以 剪開雞 好 給老公剪 我就拍了 近鏡給大家看 嗯 我想這樣就可以 剪開雞胸 冬菇爆了出來 好厲害 因為我呢 我的冬菇呢 很... 我的菜 很... 很熟 真的很多 好 我可以拿出來 拿開雞胸肉出來 這樣就可以看到雞了 好了 試吃了 先做一個 好軟 好軟 一壓我自助 那條 那條 呢 就已經碎了 嗯 嗯 現在還有些雞肉 我剛才剪了雞胸 給大家看看 好熱 好熱,很多汁 嗯 吃到後,我會再改一點 我這個時間,我這裡 焗了前後 焗了兩個小時 我有一個問題 我剛才也在想 要不要先包石子 在荷葉的外面 其實如果用麵包的方法 包石子會比較好 因為麵包的水會過 然後汁就會流出來 就會變得更乾身 如果還有一個石子在外面 水份就在裡面 會更加濕潤 這樣就會更加濕潤 更加好吃 好味道 這隻雞腿 嘩 嘩 看一看 吃 裡面已經已經 嘗嘗 嗯 好滑 這次我第一次 試做這個富貴 嘩嘩 雞 我也沒有開心 因為 我覺得都算是成功的 做到我想出來的效果 但是我知道 譬如 如果它的汁沒有那麼多 流出來 可能裡面 收了很多汁 就會更加開心 另外就是 所以下次 如果我吃一吃好 會加回去 希望你們都喜歡 下次再見 拜拜